视频比个棒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子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贤 这个剧里面就是感觉上线的时间也是很突然拉拉的很久 然后这个故事里面是童年倒追岸上远是吗? Yes 那这件事也是当时吸引你们的一点吗? 你先说 也不是,我是觉得这两个人之间的那一份特别甜特别暖的那份情感 我觉得在看小说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吸引我 然后剧本层面的话又会加强这两个人之间的互动 所以当时在看小说啊剧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暖非常甜的一个剧 所以当时就特别想来演这个角色 其实我没有太在意谁追谁这个点 我是当时也是看小说,我为什么接这个戏原因是因为 我每天看那个小说是笑着睡觉的 我的接的点很单纯 我就是觉得很甜 我喜欢就接了 那既然聊到了甜 我们的一个提示 就是你们两个都是笑着睡觉 能不能再剧化一点 给我们讲它到这种躲平 比如说你看剧本或你拍的时候觉得 哦,还能这样 会有什么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看剧本的时候我在横念拍戏呢 然后呢当时我就觉得每天在现场的时候 我们那种帐篷,每个演员在帐篷里头 然后休息 然后从我这边我拿手机iPad在看的时候就发出了笑声 然后隔壁的就很奇怪 就是你在看什么笑成这个样子 所以当时印象深刻就觉得这个剧 真的很多地方能打动到你 就是那种两个人之间的小互动 所以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美好 对,你呢? 因为我是一个 我觉得生活中很难有这种童话故事 或这种让我觉得 有这种甜蜜的恋爱欲望的 因为大家生活其实都很平常 谁都不是电视剧里的男女主角 那在我演这个戏的时候 我就自身带入了一下 我会发现 哇,猫着粉红的泡泡 然后有的谈恋是这样的 所以我当时就想 哇,很甜 就是有这种的感觉 但是我们就现在看到的预告里面 感觉发生点 甜吗 冷血无耻 有的时候 至少现在看到的预告里面 你是不是只穿一种颜色的颜色 对,这其实是当时 我们那个造型老师的一个设计 就是其实两个人的颜色反差 是特别大 对,把所有的颜色全用在他身上 然后把黑白全用在我身上 然后一个反差感 我们在现场有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俩的风扇 我的风扇就是全黑的 他的风扇就是他的衣服的颜色 然后刚好那天他穿那个 那个他风扇衣服的颜色 我穿的黑 然后还一起拍了那个风扇的照片 所以韩商严的甜是怎样表现的 你敢说到的 我觉得韩商严其实他是一个外表很冷 生人物尽 但我觉得他内心精神可能缺那么一个人 去能够暖他 他是站在了世界的巅峰之处 但其实他内心是脆弱不堪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到他内心 他其实渴望又害怕 所以他遇到童年的时候他会退缩 他会冷酷的原因 在我看来是 我觉得我韩商严 我居然爱上他了 我甜蜜的同时 我又害怕 我好害怕这个女生能把我所有东西牵绊住 因为我是要为了KK去奋斗的 我是有更大的目标的 我怎么可能会因为谈恋爱这种小事牵绊住我 我觉得男生是这样想的 对 然后他的暖是在于他虽然很冷酷 就可能说那种说什么 不行我不给你买 然后嘴手给你扔了一个 他属于这种 因为他不会谈恋爱 他所谓的这种直男也好 或冷酷也好 其实在慢慢相处当中 你才能够体会到 我不是说说而已 甚至有时候我不说 我是用行动来表现的 他是这种感觉 就是那个词什么 口直体贤 对 口直体贤 韩商业就是口直体贤 口贤体正直 什么 口贤体正直 是不是这么复杂吗 没事吧 不要紧 那就是 童年的那个特征 还是很平行 是特别活泼的 然后软广 是不是 他其实没有太活泼吧 我觉得他是孙儿孙儿的那种 有点孙儿坏孙儿坏 他的活泼 跟正常的活泼 我觉得不太一样 我觉得 童年不是活泼的 但杨子是活泼的 然后杨子也能童年 然后就变成活泼的 没有 其实很多杨子自己的设计 他为了让自己更贴近于这个角色 他对于角色的那些活泼方面的设计 让他角色显得更加有那种活泼少女感 我觉得那些设计都特别好 因为我有的时候跟他演的时候 我看到他那些设计的时候 我觉得还挺挺暖的 就是两个人的恋爱 其实需要这些东西来加分的 对 我这上次采访的时候 你都有套路了 然后就是你觉得 你聊完这个接下来的那一题 可能会是什么 接下来的那一题是什么 对 不知道 就是杨子哪些设计会让你觉得特别好 哪些设计特别好 好好好不要光夸啊 说出细节啊 我告诉你 你说出来我可是要生气的 就是对 小五周杨子是不是 没有 就是我想说的一点是 其实在我们俩的现场 经常会闹会开玩笑 然后会经常去调侃 但是每次到 喊开拍的那一刹那 他能从一种状态 突然跳脱到童年的状态里 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本来在跟他开玩笑在闹 或者在跟他生气 然后突然他这么宽吗 就 这个本事也是蛮厉害 这跟刚才人家问的问题 有什么关系 我设计了什么 就说你的设计很厉害 请听提议 对对对 自己的这个表演很厉害 对对对 又先太久了 对 另外一个提过来 我看过杨继的采访 然后你说你们两个 私下相处的时候 你先属于那种 你刚才开着开着玩笑 他突然跟你讲哲理 对对对对 是怎么回事 他好认真的 因为我的性格是那种 北京小孩 北京小孩从从 就是从小的那种开玩笑 被挤堆长大的嘛 就我很多生活中 我也喜欢开玩笑 但有的时候呢 可能大家不太懂我的梗 也不懂我的点的时候 他们会真的认真在聆听哦 献哥就是这样啊 我跟他开玩笑 他很认真 就嗯嗯嗯 他也不笑 就是他娘子呢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觉得一怎样 第二 他还很热心的帮你去开解 我当时就想 嗯 我再开玩笑 好棒 屁啦 我跟你讲是怎么回事 是 屁啦 什么还 你递死我了 然后自我每天在现场 在花生车上跟我说 哎呀 献哥 我真的很认真 很认真地想要减肥 我觉得 我最近好像又有一点胖了 然后我说好啊 那我给你去推荐 你去做那个操 或者做这个视频 然后你跟着那个东西去练 然后你每天吃的时候 你要注意你的一日三餐 应该怎么样 好了 献哥 我一定这么做 然后第二天这么做了 第三天这么做了 第四天 不理我了 然后因为前一天 去吃宵夜了 所以他不理我了 他自己有自由的感 所以他不理我了 所以他每次很认真的 在问我那些问题 我很认真严肃地告诉他 应该怎么做 他做两天 然后他就不做了 对 是这样的吗 是有一次我们俩相约说 收工以后 他带我健身 收工那一刻 我说你等着献哥 我绝对健身房不见不散 然后结果收工 他说你在哪 然后我当时正在吃火锅 就无脸回复他 对 然后我自己练 我还录视频 我说你人呢 然后发湿鼻发一下 就一部戏天天抄着 让他带我去健身 就没有在健身房 遇到过一次 那两个人在剧中的角色 是一见钟情的 还是日久生情的 这问题挺逗的 因为我们俩之前在现场讨论过 他就有问我 他觉得我是怎么想的 我是说童年一定是对韩商言是一见钟情 我说但是韩商言我觉得或多或少 他的设定 第一眼会觉得童年也是与众不同 也是对童年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不然他这个冰山 他怎么会对童年跟那些女生都不一样 扑他的女孩太多了 他为什么可以让这条线继续走下去 女追男并不容易的哦 是一定是这个男生会喜欢这个女生 女追男才会成功的哦 我是这样 我一直是这样 你是这样试过的吗 不是这样试过 是一定是这样的 要不然为什么韩商言会对吗 然后但是当时大家就有很多人给我的反馈 说不不不 他们说觉得韩商言不喜欢童年的 是慢慢慢慢才会有感觉的 但我在我心里我会一直觉得不不不 男人 你好懂啊 你怎么在广州体育场的主动向我搭讪吗 你怎么不去找别的女孩搭讪呢 一定是心里喜欢的 不可能 到这逻辑不成立 没有 其实当时在那个 后来那个莫宝费宝的微博自己也发了 其实去来解释韩商言到底对童年 有没有这种一见钟情的感觉 其实有的 自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比赛场当中 莫名其妙的总是能碰到这个女孩 莫名其妙的总是会跟她产生一些有趣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应该很早的时间 就已经进入到了韩商言的视线里 和自己的内心里 但是就是单箭头 童年对韩商言是已经出现了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你拍的一见钟情的那场戏 我觉得你演的特别的可爱 那场戏当时拍的时候 有什么好玩的 其实还能想起来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的满足 满足 哪场戏 就是那天大家已经困成不行人事了 就在网吧拍 因为那天拍的很累 拍大夜 拍那场戏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这样了 然后强撑自己 完全没有看出来 感觉你是很心愤的 没有 那天我们俩拍的都挺疲惫的 就是那个网吧的戏嘛 从早拍到晚 拍到很晚 拍我们俩那场戏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很晚了 所以在拍的时候我是 这样的 强撑 因为也知道是第一集的第一次见面 一定要强撑住啊 赶紧补妆啊 擦本啊 然后第一集第一个镜头 对 没有 那场其实就拍的蛮长 因为故事很长 那一晚上时间很长 然后 就是大家还是希望在第一场出现 给观众的那份两个人的第一 一见钟情的那个感觉 可以更甜更梦幻一点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设计 其实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幻想的一些故事 然后特别尬 就是希望我们俩外甲一见钟情了 之后两个人 哇你好可爱 你好尴尬 然后两个人好尴尬 眼内就一直笑场 一直笑场 幸好只用一段 大家看就懂了 其实很多是 是童年的幻想 你总往后退 这样嫌疗脸很大 你往前两位 说一句话往后退一下 没有我得靠 你的椅子都破到哪里 请问 我也往后早一点 要不你会把背景法 后面先往 你让他机器把后拉 也没说 然后今天就去里面 虽然说是女椎子 但是童年本身也是特别一种 她是一个学霸 学霸跟你 就是自己相互 不相互 怎么回事 对对对 就是我生活中是个学渣 但我演的是一个 在她领域上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女孩 而且我觉得其实童年在她的领域也是属于最优秀的 那韩湘妍也是最优秀的 两个优秀的人在一起就会有火花呀 我觉得都那么优秀 然后你现在是大神吗 大神跟你不是相互吗 不相互 怎么回事 小老弟 小老弟 以前叫我子姐的 以前叫人家什么小甜甜 现在叫人家牛夫人 这个角色 因为她的设定是这样子的 我只能自己去 去找这个人物感觉 我刚刚还在开玩笑 我说 我们俩大概都是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 一个往下演 一个往上演 对 去找人物感觉 其实还挺挺挺妙的 就是这种感受性的东西 这种对人物把握性的东西 对 挺挺挺挺好玩的 嗯 最后一个 嗯 然后你还唱了片美曲是吗 嗯 就是清景现实 对对对 你不要cue我啊 我告诉你说 哈哈哈哈 我怕被威胁了 真害羞 今天不是唱歌的主场 嗯 这样 那个 林宪有听过 然后评价一下 杨主唱的 唱得特别好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 经常就是莫名其妙的 开始K歌 你有听过牛奶面包吗 听过 好听吗 好听 对 特别好 没有我们 没有没有没有 我唱的也不好 对 OK 嗯 就是在线以下 当剧中的那句 有的经典 它是第一 我是你的迟早都是 我是你的迟早都是 是吗 应该应该 应该童年对韩尚言说 才比较有趣 哈哈哈哈 因为这句话 因为这句话 是韩尚言对韩尚言说的对吧 哎 那童年对韩尚言说这句话 是什么感觉 就现场 情景成绩 想打人的那种感觉 真的 生活中才会就是这样的话 对啊 本来这就是童年的内心OS吧 我是你的迟早都是 哈哈哈哈 你俩一人一句 一人说四个字 我们俩应该会笑场 我说 我我先说吧 嗯 我是你的 你要看着我 你是好多呀 还要在看着你说 会笑场 哈哈哈哈 我现在看着他想笑 嗯 看 哎 你很搞笑耶 嗯 好好好 我开你耳朵 真的太搞笑了 我想笑 我是你的 是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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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这演戏的时候怎么演呢 哎 哎呦 哎呦 眼泪掉下